俄罗斯总统普丁21号发表全国电视演说 他再度批评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 维安关系日益密切 并且宣布重大消息 表示将正式承认乌克兰两个分裂地区独立 伯丁发表完言说后随即举行仪式签署诏令 这项举动立刻引发美欧不满 英国首相率先表达意见 不止英国就连欧盟也警告会有制裁 倒是被承认的地区之一 顿内此刻街上已经出现庆祝人潮 但正式承认乌东两个分裂地区独立 只是第一步 因为普丁在演说中还呼吁国会议员 立刻和两个分裂地区签署条约 让俄罗斯能给予他们军事援助 等同为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 给了正当理由 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再度提出警告 说俄罗斯可能入侵 美国也宣称俄罗斯还拟出了一份清单 打算逮捕或是杀害乌克兰异议分子 尽管俄罗斯外长证实 24号将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内晚碰面 但对于布林肯20号再度表态 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交给乌克兰决定 普丁在演讲中直接表达不满 更指出马克宏告诉他美国立场有改变 但却讲不出实质内容 普丁表示已经预期不管俄罗斯怎么做 都会被西方制裁 似乎暗示他将照自己意思处理乌克兰问题 最新消息指出俄国国防部下令 将派出俄军以维和部队身份入主乌克兰东部 美国总统拜登也连续两天 和国安团队碰面讨论乌俄危机